好 歡迎回到T台鎮 今晚的節目現場 標榜六星級的文華東方酒店 現在傳出了裁員 理由是不敵疫情的虧損 國際頂級的旅客減少 因此將關閉住房的服務 只保留餐廳和酒吧等等的地方 那預計要資請212名的員工 整體的是四分之一 占整體四分之一 不少員工週三接獲消息很錯愕 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想到被公司裁員 員工忍不住掉下淚水 在文華東方酒店工作六年 卻換來無預警裁員 27號下午突然收到公司訊息 將關閉所有客房 游泳池和健身房 也強調這不在主管控制之下 請保持冷靜 一旦邊境開放生意又會回來 就把團隊找回來 文華東方希望預定在6月7號要資遣212位的員工 並沒有符合也就是大解法第17條的規定 要在60天前提出計畫 所以如果文華東方還是要依照6月7號來資遣的話 那麼就會違反了大解法相關的規定 罰則會從10萬到50萬的罰則 北市勞動局表示 業者在週三晚間接近7點才送出大量解雇申請 但因為預告期太短依法能開罰 將會要求業者考慮申請政府紓困 或跟員工協商延後資遣日期 據了解 文華東方6月1號開始暫停住房服務 只保留部分餐廳 酒吧 會議 婚宴服務 和芳療中心照常營業 因此資遣員工以房務 泳池 健身房為主 新娘安苡萱登場 藝人安苡萱辦婚宴 陳妍希和大陸演員 陳歸寧都選擇文華東方 國際大咖來塔耶指名入住 大導演李安 好萊塢巨星威爾史密斯 韓星 何振宇 馬東時以及歌手凱蒂佩瑞都住過 還有金馬獎入圍酒會 金城武芯片發表都選擇 文華東方開幕才剛滿六週年 過去也接待不少名人 殖民酒店卻不提疫情 更讓人訝異 DVS新聞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 大家剛剛看到那個新聞 員工說好像被老闆拋棄 或是被公司拋棄 看了真的很心疼 而且台北市勞工局說開罰 開罰10萬到50萬 對他們來說應該是 小case 不過文華東方的確是在飯店 也算一個傳奇 因為大家如果有經過 敦華北路的話 都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歐式 非常豪華的一個飯店 坐落在那邊 那等於是台北市的一個 標誌性的一個建築 沒想到在這時候傳出 可能會要裁員 而且要開始不再對外收客了 如果觀眾朋友年紀夠大的話 應該知道文華東方 它的原址過去叫做中泰賓館 這是我那個時代 我們小時候會去那邊玩 去跳舞 Kiss一個舞廳 然後中泰賓館 它現在是第三代的小開 或者是第三代接班人 叫林命群 他長這樣 他其實是一個還滿龜毛的人 在業界大家這樣講 而且他很信風水 你知道東方文華 他其實 如果有經過東華北路的話 他大門不在東華北路 照理講大門應該放在那邊 但是他擺到旁邊那個巷弄裡面去 他花了九年才把這個東方文華 這個文華東方給打造出來 而且他都用最頂級的 大家可以看他 他裡面的一柱一床一窗 所有都是用最好的材料去做的 所以他也是台灣蓋得最久最久的 五星級飯店 從2014年開幕到現在 五年多而已 那包括一些國際巨星 馬丹娜 休捷克曼 阿湯哥 Tom Cruise 孔劉 韓欣 都在這裡住 大家都指定要住這裡 而且馬丹娜 那時候我還記得 因為他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他住在這個地方 他去開演唱會之前 自己從飯店上走到小巨蛋 就很多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拍到他 是 因為這個文華東方酒店 離小巨蛋非常近 所以來這邊開演唱會的 國際巨星 其實都住在東方文華 那我們大家也覺得說 很錯愕 之前都不知道 他會突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而且他花了上百億 去蓋這個房子 因為他好像有 經過你看他每一間客房的成本 是大概650萬的裝潢費 基本房型大概17坪 就等於是你每一碗 住房的落價是在1.2萬 那是台北房價最高的酒店 他創造了很多台北第一 如果你還記得 他開幕的時候 是誰來剪裁你知道嗎 誰 林青霞 請到這麼大咖的人來剪裁 因為林敏群 他可以說是也是一個 算是在台灣 或是台北社交圈的一個名人 他自己也非常精雕細琢 來做這個文華東方酒店 可是沒有想到不敵這個疫情 或者是經營上之前 據說就有一些虧損 或是有一些誤判 然後這個疫情有可能是壓垮 東方文華的最後一根稻草 那基本上它的價格很貴 一個晚上要1萬2000元台幣 那有人就說在疫情 非常蔓延的此刻 你難道不能就是降價嗎 因為反正國際旅客不來 你就開放給國人住嗎 一個晚上4000 5000打個對折 你會降低格調 對 他說不行 我怎麼可以打折 這樣我會把我格調降低 所以他寧願虧損 所以到現在撐不住了 要裁員四分之一的人 對 其實林敏群 當初為什麼會接下這個東方文華 主要他曾經到各國的東方文華去看 他覺得東方文華對於 來入住的旅客 不管你的對床的喜好 還有對什麼花會過敏 對於顧客的喜好度 了解得非常詳細 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努力 才把東方文華引進到台灣這邊來 是 其實台灣的飯店 習登或是撐不住關門大吉的 不只是東方文華 在北中南都有 東方文華只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例子 很多人都說會把一些原因 給歸納出來 為什麼這些飯店業撐不住 習登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固定成本太高了 我們現在講的是東方文華 商總的理事長賴正義就說 國際觀光旅客當然就是 尤其是在台北 你就是國際來的旅客 是最重要的客源 可是現在住房率已經降了八成 你怎麼撐得住 你在資金雄厚都撐不住 另外市場供需失調 你可以看到當然整個三月份 觀光旅館的統計這麼多 你看三個月份我們加起來 包括了國際級的 一般的合法民宿 加起來有將近1萬家 台灣的旅館太多了 而且除了東方文華 最近倒的包括了台中的雅治 六福客家還有翡翠灣的浮華 都撐不下去了 是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請教專家 這是過去的 也是在旅館業的總經理 現在是神秘客服務協會的執行長 唐玉書 玉書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玉書今天這個東方文華的事件 傳出來無預警的裁員 大家都非常的驚訝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您判斷他會這麼無預警的 做這樣的痛苦的決定 其實當初文華東方在2014年盛大開幕的時候 這個聽說斥資超過250億新台幣 而且是全台灣第一家的這個文華東方集團飯店到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飯店業者全台灣 大家真的都非常期待 因為它象徵著台灣已經正式進入國際的 這樣子的飯店的市場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有點擔憂 因為它的單價各方面都非常的高 包括它一個房間最平常的房間 好 我們的序號不是很穩定 我們先回來 等一下再跟玉書連線 大家知道當時的飯店業者 其實對它是引頸期盼的 因為覺得說我們的水準 可以提高到跟國際一樣 跟香港一樣 可是沒有想到只撐到五年多六年 就有一點點好像快撐不住了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出來了 有人說它是等不及紓困 然後才倒閉嗎 可是據我們所了解 這個東方文華 他並沒有去申請紓困 文華東方沒有來申請紓困 那是因為他財力夠雄厚嗎 還是說為什麼他沒有來做紓困 他可能也是要保持高格調 因為我們看很多現在飯店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部分都是進行大降價 有的打到兩折 有的打到三折 但是他們就是堅持不降價 堅持不降價 堅持不打折 而且現在也不收客了 是 我們現在趕快來連線 玉書 玉書 你上線了 剛剛我們講到 對 剛剛我們講到的確它的價格 真的非常的高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不過它就有一個隱憂 因為台灣的消費市場 跟這樣子的水準 有沒有到達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包括它的婚宴 一個碗一桌 大概就是要到四萬塊起票 台灣其實五星期飯店 都還沒有這樣子的水準 對 那最高檔的 大概要超過六萬一桌 那對於我們台灣的 這個高水準的市場來說 其實有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市場量 其實大家都在觀察 那它開幕的時候 包括它的義大利餐廳 法國餐廳 本來也是走非常的高檔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叫好不叫做 所以後來慢慢 它也把價格調到越來越平價 其實這麼高的一個投資的金額 到後來台灣的消費市場 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其實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擔憂 也覺得非常的可惜 是 玉書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林佳龍 我們交通部長有特別提到說 文華東方並沒有來申請紓困 那為什麼他沒有申請紓困 好 我們判斷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有可能是因為其實現在 台灣比較大型的飯店集團 其實都沒有去申請紓困 像是雲朗也好 凱薩也好 這麼多的集團 大家都沒有申請紓困 如果這麼鼎鼎有名的 這個文華東方來申請紓困 我想可能他會有一些 這個面子上面的依序 一些想法跟顧忌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不排除是不是他已經有 要這個慢慢的縮減的一個打算 對 我們知道這個林佳 他們是做麵粉場起家的 你對他們的整個背景了解 有多少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林董事長 他在我們飯店業界 算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從以前的中泰賓館 其實這個文華東方的前身 就是中泰賓館 很多人可能夜生活 都是在中泰賓館 那他這個林董事長 他跟我們飯店同業的互動 其實不多 那算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那從這個中泰賓館收了之後 大家覺得非常可惜 後來他決定要加盟這個文華東方 也蓋了8年 市資250億的新台幣 把這麼大的 這麼好的優質的品牌引進台灣 其實我們也都真的很崇拜他 也非常的佩服他的一個 遠見跟這麼強而有力的心臟 因為其實當初大家就很擔憂說 這麼大的一個投資金額 到底多久才能夠回本 那再來就是他一樓本來是要做一個精品的招商 那其實招商的狀況也沒有那麼的理想 那再加上他有一些跟市政府包括容積來換交換的一些的一些比較具有爭議的話題 所以其實現在有這樣子的結果我們當然覺得很外襲 但是說實話業界很早以前就已經有很多的傳言 包括他銷售 請問一下玉書對不起 現在有人說有可能他有人要去承接或是如果他出售 有人有買家會去承接 你有聽到這個訊息嗎 其實這個訊息我剛剛就要講 其實我們從好幾年前就有聽過了 那只是說到最後市場傳言也就不了了之 後來有人講說好像他已經賣掉了 但是還是請這個領董市長來做經營 那現在同樣的傳言又在傳出的時候 其實當然這麼大的一個投資金額 他如果要銷售的話 買家的財力必須要非常的雄厚 但是我們判斷現在這樣的肺炎 在全球蔓延的狀況還沒有平息下來 這樣子的一個國際飯店 的確需要超過80%以上的國際觀光客 再加上台灣近幾年的這樣子的 國際貿易跟國際的經濟的來往 這個國際的觀光客跟國際的商務客 越來越少 我覺得其實我個人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的樂觀 是 好 非常謝謝玉書 今天跟我們的連線 謝謝玉書 再見 拜拜 對 不過我們吊詭的 他其實並沒有說要熄燈 他只是說我暫時6月不接受訂房而已 大家就是Wait and see 慢慢看 不過今天還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就是對我來說是不好的消息 敦南陳品即將在週末西登了 對 很多人都說陳品是陪著他長大 或者是把他塑造成文青的地方 大家知道這個陳品書店 是台灣一個很特色的書店 可是最近他的董事長 吳敏捷宣布要關八家店 當然主因還是疫情衝擊 業績都掉了兩成 那在5月29號的股東大會上 吳敏捷就宣布了 他說2020的上半年 因為疫情的影響 4月來說是最慘的 所以這個業績比起同期打了八折 那業績帶來考驗 當然他們要重新再整頓自己內部 他認為如何開源節流 要重新再來評估 所以他一口氣選了八家店 來做一個這個關店的處理 當然他的這個指標評估 就是未來性 獲利性 公共性 那有一些可能你未來 沒有什麼未來性 或者是你獲利太低 或者在當地的公共性的服務 不是很好 那就把它給收掉 那今天關店的 這個週末要熄燈的這個是 這個成品的敦南店 這個敦南成品 我就覺得奇怪 他也沒有這個未來性嗎 有 他的獲利性難道這麼低嗎 那他的公共性 其實還滿高的 沒有 他其實主要是 那個大樓要重新改建 那改建之後 他們國泰人士 他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再繼續的讓這個成品 回到這個地方來 不過我們看到敦南成品 他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在全世界非常罕見 就是24小時都開了一個書店 那他現在在這邊洗燈之後 在信義店 他會繼續維持有24小時的營運 是 因為這個敦南成品 即將洗燈的訊息出來之後 昨天總統蔡英文 還特別安排了私人行程 到了敦南成品走了一圈 來看看這則報導 敦南成品洗燈倒數 平日下午滿滿人海 仔細看這人海裡竟然 有總統蔡英文 可以分享這紀念的話 我今天看了這麼多年輕人 在這裡買書我倒是滿高興的 總統我今天怎麼會特別來這邊 今天是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不好意思 您在這邊有特別怎麼樣的回憶嗎 原來總統也捨不得 結果24小時都能成品洗燈 特別抽空下午跑私人行程 悠悠的說來到書店 大家卻跟著他猛拍 害羞到有些逛不下去 你那是在那邊睡著 還要跟妳 這樣有點逛不下去耶 繞了書店一圈 大概腦海中也閃過好幾幕 過去在這兒挑書看書的回憶吧 有一區停留特別久 在成品文藝設計原文書區 最後挑的好幾本都在幕僚手中 也跟民眾一起排隊等結證 整間成品蹲南店 下午頓時熱鬧起來 原先人潮已經很多 大家都敢在五月底洗燈前 來合影打卡 還有人畢業學士服跑來這趨境 1999年3月就開始經營 成品蹲南店24小時很有名 在1萬多個日子過去了 然後他們就在這個月底 要貼西等 再來也能適應成品 來考下24小時的經營報紙 包含成品董事長吳明傑 上午股東會提到車店進化 下午就一同到燈南成品 吳明傑強調 關店不見得是好事 但開錯店就是壞事 面對市場變化 2020上半關6間店 包含社區老舊型態 像士林和石建分店 這類純書店非復合適的 預計下半年 要鎖定百貨高樓層店面 再收1到2家 不曉得店都跟蹲南成品一樣 經營有20年 滿滿回憶 也難怪好多人不捨 連總統都來逛最後一次 VS新聞續過恨靈日 Table報索